啊 这样子 OK 好啦 这样我开始啊 你开始可以可以可以 OK 大家 各位领导 各位家人晚上好 我们好久没有在zoom见面了 我觉得可以在zoom 跟大家见面也是非常开心的一件事 所以刚才在开始之前 就跟领袖聊聊 尽量在每一个月我们都安排一直zoom meeting 然后都会有一个topic 或者我们可以做交流Q&A section都好 能协助到新旧朋友一起更深入了解 宇伟这份事业 OK 那今天这个 这场会议 最重要是跟大家分享 Inchoway的这个marketing plan 因为在4月份没有错的话 我们有upgrade那个 Uni Level 那有一些领袖他们还不大了解 所以今天会重新啊 9种收入 我们都会重新的再讲一次 然后更重要的是在 Uni Level跟Travel Point这边 我会更详细的跟大家分享 那过后大家有什么不明白的都 都可以问了 OK 好吗 OK 这样好 那我们就进入今天的主题了 来 不如下一张 那大家都知道 雨薇这份事业 很多人喜欢问我们 应该要学到什么程度 才可以去发展 应该要怎么样去发展这份事业 其实雨薇这份事业是 没有困难的 是谁都可以去经营的 不分年龄 职销必须18岁以上 那不分你的阶级 你的学历的程度 没有了 最关键是什么 你自己要用心 去体验产品 然后 用心 去分享产品带给你的好处 这是最重要的 如果你自己没有用雨薇的所有的产品 你去分享的话 我告诉你 是短暂的 真正你能把这份事业做到久 一定是 你真心的去分享 才能达到永久的一个 传承的这一份事业 那雨薇 从开始 印加果以后到现在 我们会进入 一个比较就是 全方位的一个平台 简单来说 衣食住行在养生啊 在用啊 在美容这边呢 都有很多 很好的产品即将 面试 所以大家要好好的学习这个plan 然后把组织打开过后 你想一想 当你的团队有三万五万人的时候 每一个人 假设 他的 可能每天早上要用啦 刷牙洗脸的啦 养生的啦 OK 用具的啦 都 可以在雨薇里面买到 而且都在你自己的团队以下 你想想 这份事业 他的那个 就是被 复制 跟他 能发展的那个方向是非常庞大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弄清楚 这个marketing plan的 每一个的细节 OK 那好 大家可以看这张图 我们都知道嘛 富爸爸也穷爸爸 ESBI 在 如果你看像这个图的左边 E 打工了一辈子 每个人很喜欢去complain 每天打工啦 没有 没有前途啦 然后钱不够用啦 打工主最喜欢讲的 月光主 然后 ES的话 自己做小型企业的 自己会自己打工 B的话就是有系统式的 一门企业 那今天intraway都可以定位在 B 就是右边的这个向线 他是有系统 然后他是可以 由系统 持续去发展 得到被动收入的 其实 很多成功的企业家都讲过一句话 大家一定要紧记在心 OK 如果今天你的收入是靠你的双手 你的体力 你的时间 去换取的 就算今天能换取每一个月 可能一万两万三万 你都不要开心 你一定要有一个 这个意思 当我们停下来 因为意外跟明天 你不知道哪一个先来 或者疾病 你不知道的 那一停下来 如果你是靠双手的话 那你的收入 会怎么办 这会怎么办 如果停下来过后 所以大家一定要 在你能靠双手体力 去赚钱的当中 一定要深思 一定要把这个概念传给我们的亲朋好友 一定要同时间内 建立一个有 管道的事业 就是这一个事业给带给我们 不在职收入的 passive income 就算我们停下来过后 我们还能得到收入的 就是在B向线这一边 有系统的 企业 而且它是在趋势上的 就比如说养生 美容 在美的这一块行业 它是一个趋势性的一个 在风口上的一个事业来的 大家一定要有这样子的一个认知 OK 在我们能靠双手跟时间 跟我们拥有健康的情况下 我们赚取 主动收入当中 一定要有一个意识 去建立一门收入 可以给我们有被动收入的 大家还要去想一想 在我们说在马来西亚就好 你去思考 多少人当真的是退休过后 我们讲EPF退休金啊 能养养他多少年 报纸都有灯 三年五年退休金就用完 那用完怎么办 6566岁 甚至70岁 还重新要出来找一份工作 来去赚取收入 来维持生活 那何不我们趁现在 能有机会多了解一门事业 而且他可以建立到一门事业 不要看眼前 我时常讲的 看五年八年后这份事业 他怎么样来 帮助我们养老 这是以为 这份事业真正的价值 那当然如果去到I 你在B里面赚到钱 在I里面 我们在I这边 公司有很多 接触的 像Justine Perry 他们都可以很好的 跟大家分享 如何成为一个 有智慧的投资者 让钱 帮我们生钱 好不好 所以大家一定要 虽然这个ESBI 我相信大家都看过 但是我告诉你 富爸爸也穷爸爸的思维 你真正要悟到他 是受惠一辈子的 OK好 下一张来 以为的市场记报 你看啊 为什么我们的优势在哪里 全球统一 我们的整个plan Binary plan 他是全球连 还有我们的太阳线 就是我们的matching bonus 我们的unit level 他是全球连下去的 然后 低压力 我们是不需要 一直去囤货的 然后无限层次的这个奖励 我们的对碰 是无限 累积的 而且没有被fresh OK 然后其中 我们这个维持消费回购率 大家一定要知道 这七年来 七年多 宇威的回购率啊 是高达50%以上的 最重要一点 在我们的其中几项 奖金啊 单单 单线大象脚 所以我们Binary Binary 通常很多人会想 哎呀 我很不幸运啊 我大象脚了 所以得不到对碰奖金啊 所以奖金很少了 在宇威单单大象脚 都是可以赚钱的 OK 来下一张 我们就进入主题 要如何成为 宇威的business partner 成为合伙人 跟宇威成为business partner 有四个配套 通常同扮演 重要角色吗 其实我告诉你 这一路走来 尤其在这一年 这个COVID过后啊 同级扮演角色 是非常重要 因为我时常讲 当你很想很用心的 去分享这份事业的时候 你只想这位 你的prospect 你的顾客 你的好友 马上跟你签一个白金 然后是应酬式的进了白金 然后他没有进来学习的 还是一个认真的 他很想跟你拿一套筒 然后认真的吃了过后 然后你follow up他 你可以约他 因为吃到他好 你约他来到中心学习 让他真正看懂产品 看懂这份事业 然后他upgrade去白金 你说两个情况下 哪一个是会走得长远 那我可以跟大家讲 是有被教育下 而且认真吃到产品 因为产品的效果 而进来学习的 他会走得更远 做得更好 所以同级 我们千万不要小看看 然后同级就是买一套产品 就可以开始 以为这份事业了 其实在我们以为这份事业 有很多领袖 我就举一个例子 像莫斯卡姐 他是从一套铜 OK 260块马币 加上10块钱 现在promotion期间 10块200去开始 在以为这份事业 创造了现在整个这么大的团队 OK 然后第二个配套就是 Silver 银级 它是三套产品 OK 然后金级是十套 白金是我们这份事业 在以为成为以为的 business partner 是最大的配套了 一辈子只需要一次 所以各位家人们 你们去想 创立 就是跟你合作这份事业 记得 白金配套了 我说如果20套都是拿 硬加果油 是5200 然后会员费 原本是50的 现在还是属于 pomotion的期间 是10块 所以是5210 你就可以成为 以为最大的配套 白金级 OK 这是四个配套 成为以为的会员 OK 下一张 来 以为的奖金 第一个 我们有几种脚金 我们有9种 OK 一种做法 什么做法 真心分享 我告诉你 真的 如果你没有用到的产品 你去分享 那是短暂的 所以现在公司有多少产品 大家可以回去慢慢算 所以每一样产品 你要成功在以为 我告诉你 你必须成为 产品的爱用者 所以公司的每一样产品 你自己问心 是不是全部都有用 OK 我很敢相信大领袖们 你们每一样产品都有用 所以你一定要去想 如果这份事业 我们还是有阻碍 为什么还是发展的慢 没有进步 问一问自己 是不是产品的爱用者 而且每一样产品 都用心的去服用它 OK 来 我们就进入 第一个 推荐奖金 公司播出40% 那奖金是从哪里换算的 从PV OK 大家可以看 同级的话是一套产品 那我今天我假设用印加果油 印加果油一套 是几分 30PV 这个PV 就是拿来换算奖金的 那在我们的系统内 只要你成为会员 你会看到 我们没有 我们的系统的 那换算单位 不是以 Rangit Malaysia 在马来西亚 不是以马币 在新加坡 不是以新币 在印尼 不是以印尼顿 是以什么 统一的计算单位 叫做IWD 大家可以写起来 这个要写起来 IWD Stand for什么 Inchoway Dollar 为什么我们要设定一个 一个 同一的 换算单位 因为我们即将走向国际 现在我们 从新加坡开始 公司 到了马来西亚 台湾 印尼 接下来会去到泰国 我不可能用马币来做 统一的换算单位的 我们要统一 就要用有一个 统一的换算单位 所以这个就叫做 Inchoway Dollar IWD OK 好 来 那一套印加坡油 你进去系统 你会看到是多少钱 马币 大家都知道是马币 260 它是怎么来的 它是由IWD 换算来的 所以当你进入系统 你是不会看到260 你会看到是IWD 52 那52 乘以5 因为在马来西亚 EIWD 等于马币5 大家这边也可以写起来 然后在新加坡的话 就EIWD 等于1.66 在台湾的是 EIWD 等于新台币45 在印度尼西亚 是EIWD 等于Rubia 19,000 OK 所以当我们看到 它是52的话 在马来西亚就很 直接的 你乘以 5 52乘以5 就是260 一套就是Bronche 那你成为Bronche过后 你就可以去发展这份事业 发展这份事业的 第一个直接奖金就是 推荐奖 就等于我们介绍人 这的话得到的一个commission 很直接的 OK 那很简单 今天我是Bronche 我推荐一个Bronche 大家看左边 它也是Bronche的话 是不是30分 那30分 推荐奖可以得到40% 因为它跟我同级别 40%乘30分 得到出来是多少 IWD 记得我们先得出来的 算IWD先 是12 OK 12的话乘5等于多少 大家就可以看到 是60 看到吗 它是这样来的 所以这60 你大家一定要知道 它是怎么样换算得来的 就是40% 乘以30 然后 得到的是IWD 12 再乘以5 就得到6 那大家看一看 那今天我是同 我推荐了Silver Silver是 比我这个级别大的 它是三套的 OK 一套30分 Silver很明显的 就是90分 大家可以很清楚看到 我得到的推荐奖 只剩30% 明白吗 为什么会少 少到10% 是回就给公司吗 不是 是因为它的级别 大于我 所以我只能拿到30% 那百分之十 就会 upline 的Platinum会拿到 OK 那如果今天我找到一位 他要进go 他买10套 我只得到多少 百分之20 那如果今天我找到一个 我跟他分享这个产品 他觉得产品很好 而且Platinum有另外送5盒的话 他要进Platinum的话 OK 我虽然是600PV 但是我得到的是百分之十 罢了 因为Bronze推荐 Platinum就只有百分之十的推荐奖 就是得到多少 IWD 60 60乘5的话 300 OK 那我们来看下一个 下一张 那如果今天我是SILVER的话 你看 以此类推 如果今天我是SILVER 我推荐Bronze 一套 我是得40% 因为他比我级别小 我是可以拿到百分百的这40% OK 那SILVER的话也是一样40% 那大家可以看 这边我就拿到百八 不你回去上一张 如果我是Bronze 我推荐SILVER的话 你看我拿到135 罢了135 但是如果我跟他同级别看下一张是180 那SILVER推荐GOLD的话是有30% 如果我是Bronze 我得到300罢了 但是我SILVER可以得到450 那如果SILVER推荐白金的话600 OK是20% 以此类推啊 我们再看下一张 如果我是GOLD的话 OK 你看到吗 Bronze SILVER GOLD都可以40% 只有白金我拿到30 我只流失百分之18 那如果我是GOLD 我推荐的会员进来都是Bronze SILVER 没有BLATINUM 其实我是无上代亚 我的奖金是不会流失的 但是你看 如果今天我是BLATINUM 4个都是40% 那大家很清楚看到吗 如果今天我是Bronze 我推荐BLATINUM 我只有10%是马币300 但是现在如果我是BLATINUM 推荐BLATINUM 40%我拿负啊 拿满是1200 所以900块会流失到哪里 会去到UPLINE的白金那边 OK 他没有回流公司 意味着这40% 推荐奖金公司是百分百出去的 那这边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可以先用Bronze 来开始这份事业吗 绝对可以 因为我们是有时间 可以UPGRED上去的 所以大家不用急 记得白金 BLATINUM这个配套 一生只需要一次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机会 从Bronze UPGRED去SILVER SILVER再UPGRED去 这个GOLD GOLD再UPGRED去PLATINUM的 它是没有时间限制的 你几时要UPGRED都可以的 OK 那UPGRED的过程只需要加上差额 就比如说今天我是Bronze 我要UPGRED去SILVER 我只需要多UPGRED两套 因为一加二等于三 SILVER是三套 那我是SILVER 我要UPGRED去GOLD的话 我只要加七套 然后GOLD再去PLATINUM 就再加BALANCE的十套 就是这样 没有时间限制的 OK 好来 下一张 OK推荐奖一定的 只要你是PLATINUM 你就一定不会流失任何奖金了 那第二 然后公司的这个奖金 就是叫做对碰PARING BONUS 那很多 我相信很多领袖都会面对 他的新朋友问他 以为产品很好 那以为的制度 我们是用什么制度来去发展的 你可以跟他说 我们是二合一的 第一就是新的SILVER 是BINARY这边 双轨字 然后从 只要到MENTINANT REPEAT SILVER 上面我们走的就是 太阳线了的 MATRIX了的 OK 那我们先讲这个对碰奖金 看到吗 那无限层10% 的对碰奖金 无论你是BINARY SILVER GOLD 或者PLATINUM 都可以拿10% 那假设今天我是BINARY 我推荐了Mr.BOO 我放在左边 我推荐他 我拿到推荐奖金 我又推荐了JUSTIN 放在右边的话 左右只要有PV 对碰奖金 就马上 就会换算出来了 那 哪10% 那30分的10% 是不是IWD3 那马来西亚EIWD等于5吗 马币5吗 so 3乘5 每一盒产品 每一个30分对碰 你就能得到15块 马币 那以此类推 如果SILVER的话 3盒3盒就45咯 GOLD的话 10盒10盒就150咯 白金一左一右 得到的对碰是 马币300 那这边大家一定要清楚知道 对碰奖金的PV 不是由你直接推荐的 才能得到的 听清楚 是整个团队 PASSMENT下来的PV 你也能享用到 这一个对碰的 而且是无限的保留住的 最重要你一定要 Maintain你的户口 所以当Maintain Bonus那边的时候 我就会跟大家分享 如何的去Maintain 我们的户口 就是让我们的户口 处于Active的状态 一定要非常清楚的 记住 你的户口一定要保持Active 你才能得到对碰奖金 OK 那当然 无论BONGE SILVER GOLD PATINION都是10% 但它有一个条件的 每日封顶 所以分别在哪里 为什么我要用Active的户口 来去发展 一对碰奖金 MAXIMUM 第二 每日封顶在Pairing Bonus 它是有差别的 BONGE的话 一天 大家可以看 BONGE这边一天 每日你能再对碰奖金 如果你是BONGE 得到的奖金 就是IWD50 乘以5的话是250 每一天 那SILVER的话 是150 每一天 乘以5的话 是马币750 GOLD的话 是IWD5500 乘以5是2500 每一天 记得 白金的话 是IWD1000 每一天5000 所以各位家人 你想一想 刚才我有讲这个问题了 如果我们老了过后 65岁退休 你有想一想吗 是靠孩子来养我们 还是靠EPF来养我 还是你已经用有 十件电路收租 那真的叫做 Passive Income 很好 那如果没有趁现在 我们年轻力壮的时候 OK 有着主动收入 然后我们去建立一个 Passive Income 被动收入的话 就是这个意思 从现在开始 我们认真去经营这份事业 可能5年后 可能8年后 你的生意走到印尼 泰国 越南 菲律宾 我不知道 公司到的国家 你都能建立到市场 可能每一天 对碰奖金 你都拿到封顶 你想一想每一天5千 单单在这个奖金 一个月就能最少150千了 你就想 那对我们来讲 好好去拼他十年 这个奖金来养老 我们还要担心吗 明白这道理吗 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 我们发展与为这份事业 真正看的不是眼前 看的是将来 这一个系统 我们认真的去发展十年 我就是要这系统 接下来养我们一辈子 听清楚这句话 认真发展十年八年 然后让系统来养我们一辈子 好不好 OK好 再接下来 下一张 我们来看第一 这个 来 next 记得对碰过后 对碰过后 OK 因为我们是双轨 一边 volume一定会大 然后小的部门 一被对碰过后 大的部门 胜的分数会保留住 给下一次对碰 它是无限层保留的 OK 来 来 OK 第三 对等奖金 OK 对等奖金 大家一定要清楚 这个matching bonus 它是按你直接推荐的 direct sponsor的人 他得到的对碰奖金 你能得到的对等奖金 OK 所以这边意味着 当你的直退越多 你的matching bonus 一定越多 明白吗 所以这份事业 大家一定要清楚 记在心 它不是天上掉下来 馅饼 它不是很magic的 它不是很神奇的 算亏 我只要左找一个 右找一个 我在家就等 很像孵蛋这样 等那个 耳帽上完跌下来 等你automatic 上钻石 No 这是一门生意 就等于你今天开一间工厂 无论你制造衣服也好 制造任何东西也好 你希望什么 越多顾客越好 我不相信你只希望 只有两个顾客 20个顾客 或者200个顾客 No 你希望有2000 有20000个顾客 对不对 然后你会怎么去做 你会一直不断的去找你的顾客 对啊 对不对 那一样的 再以为事业 不要complain 收入很少 不要complain 这么我的团队 不会庞大 不要complain 为什么呢 你只要你的收入 不多 然后你的团队不会成长 很简单的 看你的指推就知道了 OK 所以大家一定要定一个目标 每一个领袖 从今天开始 OK 我们都是企业家 你一定要最少有100个指推 在今年内完成它 没有任何借口 为什么 因为对等奖金 是来自你的指推 这个奖金是非常庞大的 OK 你看 OK 那我就讲 记得 对等奖金是你指推的 OK 的会员 他们得到对碰 你就能得到对等 那假设 这边也是有分别的 铜 银 金跟白金是有分别的 如果今天是铜的话 你只能拿到第一代 你直接推荐的会员 就是你的第一代 那就等于今天我 我直接推荐Mr.Boo 他就是我第一代 那阿布如果假设阿布推荐Justin Justin就是我的第二代 Justin如果推荐了阿T 阿T就是我的第三 假设TTT推荐了Sindia Sindia就是我的第四 以此类推 大家清楚吗 所以你想想 如果你的第一代 是有100人 你想想 如果100个人 他们都会直推第二代 你的第二代会有多少人 你去思考一下 那假设第二代的人 他们也是受教 我们就是有duplication 复制成功的话 第三代将出多少人 然后再来落进 这一个表里面 大家来看 如果今天我是铜啊 我只能拿到第一代罢了 就是意味着 今天我推荐了阿布 他拿到对碰100IWD 假设这个月 我得到3% 那3%乘以100 就等于3哦 3IWD再乘以5 就15咯 那但是今天如果 我是silver的话 我可以拿到5% 比较多 所以为什么级别不同 收入会不一样 而且不只是拿到5啊 第一代啊 连阿布做下去的第二代啊 Justin啊 我都有三哦 但是在铜的话 阿布做出的第二代 Justin啊 我就没有讲 我没有matching bonus 所以这边的话 如果我是silver 阿布拿100 那个对碰奖金 我有5% 我有IWD5 那你们去思考 假设我有100个直接推荐的 他们100个人都拿IWD100的话 我有100个IWD5块 对啊 是不是 所以我告诉你 直推是以为成功的 基本最重要的那个钥匙 如果你没有的话 你不用去讲这么多 很多人讲收入没有了 他说都没有支推的两三个支推 我就想赚100万啊 那你来教我 我跟Justin跟你学了啊 OK好 来再来你看 金的话呢 第一代可以拿20%了 你们想想3%跟20% 吓人吗 那我们在 然后金的话可以拿三代 啊 就是意味着如果我推荐阿布 他做的我拿到咯 他拿100我拿20的 他拿对碰100 我拿20matching OK 那如果他推荐的Justin 你拿100的话 我拿10的 那贾心推荐TT的话 TT拿100我拿5 那你想 如果我的直推有100个人 他可以拿100IWD每一个月 哇 我有100个20IWD每个月 你去思考 吓人吗 像刚才Anthony写的迷童 这就是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雨薇的魅力 我们marketing plan不是看眼前 看我们将来 好呀 请 谨记在心啊 OK 那我们讲去 白金这边 可以拿5代 5个generation 而且第一代是30 第二代是20 第三代是10 第四代是5 第五代也是5 你思考一下 一样的 刚才我一直强调了 如果只推100个人 第二代将会是什么情况 第三代将会是多少人 你们自己去思考 这就是团队的力量 这就是接下来 这20年火运注重的networks OK 就是团队 大家一定不要跟趋势走到反 好不好 OK 这就是matching bonus 再重复多一次 matching bonus 是由你直接推荐的会员 OK 他得到的对碰奖金 乘上去这个百分比 OK 同时间内 还有一个condition就是 同 银金跟白金 他的每一日的封顶 在对等奖金 是跟pairing bonus一样的 同的话 每一天 最多 马币250 Silver的话 马币750 IWD150 Gold的话 马币2500 IWD500 然后白金的话 一样的 是1000 IWD5000 马币 所以各位 大家 你再想一想 刚才我所说的 当5年 8年 10年后 你的团队 可能全亚洲 都有你的 都有你的团队在同时经营 每一天 对碰奖金封顶 每一天 对等奖金 奖金也封顶 两个5000 就等于1万 一个月30天的话 多少钱 300千 来自这两个奖金 你想一想 我们老了过后 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 是不是可以环游世界 是不是真正的叫做财务自由 还是你还是要靠你的双手 两点一线 靠你的时间 靠你的健康 来去赚 算得到的那份工资 我告诉你 算得到的那一份 就叫做工资 算不到的 就是在雨薇的 这一个市场计划 你是不会算到 你能真正得到多少 因为他一直不断的在滚动 滚雪球 他会越来越庞大 因为这是一个网络 这是一个团队的生意 OK 来 下一张 这就是 第三个了 我们的对等奖金了 OK 这边下的每一个月 我们的封顶 150千 来 下一张 记得他是按我们的直推来算 OK 所以这边 我再重复一次 第一个我们的是推荐奖金 所以大家都非常清楚 只要你是白金 40%是负的 你拿足他的 OK 那第二 Pairing 10% 但是每日封顶 同 银金跟白金是不一样的 最高是白金 每一天 马币 5千 然后第三 Matching Bonus 对等奖金 也是一样 白金 每一天封顶 5千 OK 好了 那落入第四 这个是最重要的 刚才我所说的 维持 那几时开始 我们要维持我们这个户口 每一个新人加入的 那一个月份 无论你加入什么配套都好 那一个月份 你是不需要维持你的户口的 然后同时间内 公司会给多三个月 就假设 如果是你是 这一个月加入的 八月份 你需要再维持吗 不需要 无论你进铜 银金或白金 你都不需要维持户口 然后9月 10月 11月 这三个月 你都不需要维持 你的户口 但是 然后90 11不需要 12月 记得你一定要 如果你已经有奖金了 你已经开始有团队了 有对碰奖金 有对等奖金了 你就一定要维持你的户口 让他属于active的状态 在我们的account里面 系统里面 你都会很清楚看到 如果你是inactive的话 那边会呈现红色的 然后公司也会 send email给你 大家一定要很清楚 教育团队 户口一定要保持active 不然奖金会流逝 如果你的户口 inactive 讲那个 活跃不活跃 你的对碰奖金 产生出来 如果是 你的户口是不活跃的情况 对碰奖金一产生 它会换算出来 但是 这奖金是你是得不到的 明白这道理 一定要活跃 那维持奖金 维持 让户口活跃 这个是第一个重点 第二 维持奖金 第一个你能得到 就是个人得到rebet OK 你将得到25%的回扣 假设一套硬加果油 是30分吗 OK 然后25%你乘以30 乘以25 等于7.5IWD 然后这乘以5的话 是37块半 意味着我们买260 我们得到一个rebet回来 37.5 真正我们花的 让我们自己吃的是 222块半 硬加果油 明白吗 然后再维持这边 然后公司每一个月 都会做促销 维持 你不用每一个月 都是 就是很吃饭的 每一个月买一套 然后你可以维持三个月 公司送你一个小礼盒 维持六个月 公司多送你一盒油 然后你维持六个 你可以得到 7盒油 然后你可以同时间 一年维持到完 12个月 OK 公司多送 三盒油给你 明白吗 所以真正来讲 如果大家懂 懂得用12个月来维持你的户口 你们可以算 222块半一盒 因为回扣过后 OK 你乘以12的话 OK 等等 220 12块半 你乘以12 OK 等于2672 你真正得到的是15盒 你除以15 一盒油 真正我们知道的是178 然后很多人在这边 跟大家分享一下 很多人一直在跟我讲 很多人丢价卖百八百九 那真正你自己维持12个月 你真正买的是178 你还有得到奖金 OK 对吗 那何必我们要去买 这些丢价钱的呢 OK 明白是道理吗 所以维持 第一重点是让我们的户口 处于活跃的状态 你就不会流失任何奖金 这是第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 第二你自己能得到rebet 百分之25% 然后第三 维持的话 我们一次新做12个月的话 公司会多送三盒印加果油 果油给你 所以真正我们自己吃的话 是吃到最便宜的 OK 好 那我们再看下一张 这是第一个 那我们得到的维持奖金 也是一样 大家看清楚 Maintainment bonus 是based on direct sponsor 意味着假设今天我的第一代 有100个支推 我很好地跟进他们 每个都会 每一个 每一个月都会买一套油来吃 他们买一套油 我有10% 一套油是30分 10%是IWD3 就意味着15块钱马币 每一盒我都有 他们长期吃 我长期拿 我不用负责去送货给他 公司会送货 什么都不用 只要他online定 我就automatic有收入了 明白这道理吗 那如果有100个支推 100个人吃 100个收入快 一个收入快很少 两个就是38了吗 三个才45吗 但是有100个呢 就是等于1500了 这只是支推 我们今天以为的事业 是团队的事业 那如果第二第三代 都有100乘100 1000乘100 1万呢 OK 所以支推奖金 大家看 同级的话 你就只能拿到第一代 所以刚才我所说的 假设我推荐Mr. Boo Mr. Boo是我第一代 他维持一套 我有15块钱 那如果他推荐Justin 我是Bronze的话 Justin买一套 维持一套 OK 我就没有奖金了 因为我是Bronze 只能拿一代 那Silver可以拿几代 三代 十五三 OK 那金呢 可以拿五代 十五五三二 那白金呢 十五五五三二 七代 这边好下来 所以我告诉大家很多次了 直推就是王道 明白这道理吗 所以大家一定要定目标 直推100人 用100来复制 我告诉你 走上八年十年 你要喊穷都难 让这个系统 来照顾我们一辈子了 OK 所以白金 可以拿到 maximum维持奖金 十五五五三二 那十百分之是多少 十五块咯 那五百分之呢 就是一半 七块半咯 所以从第二 第三 第四 第五代 的人啊 我告诉你 去到第五代 会有多少人 真的 算不到的 你想一想 如果去到第五代 有两千人 每个月会买一盒来吃 第五代是七块半 每一盒 如果乘以两千人的话 是十五千 各位领导 各位家人 所以不要看眼前第一代 看到他第二第三第四第五 然后你不要看第六三八千 三八千是多少钱 你看 三十分乘以3% 0.9 IWD 乘以五的话 是四块半 OK 你不要以为每一个人 在第六代 买一盒给你四块半 我告诉你 一个四块半很少 买Data 都还剩一点点 罢了 加Loti Planta都不够 对不对 但是你要想 当如果你的第六代 是一万人的话 一万人 每一个人会维持一套的话 一套 你有四块半 这边叫做四十五千 而且是每一个月他买 你就得到的 这才是真正看懂 这份事业的价值 看懂 Uway Marketing Plan的value 它的价值 明白吗 然后去到第七代 这个两百千 很多人讲 Aaron很妙 给到第七代才两百千 那两百千 你要懂 他乘上去的人数是多少 可能是几万人 明白这道理吗 两百千是多少 三十分乘以两百千 是零点六 IWD乘以五的话是三块 然后所以第一代 他充满十五块 二三四五 是七块半 然后三呢 是四块半 第六代 三百千是四块半 第七代两百千 是三块钱 但是这三块 可能乘上的人数 是三万 还是五万人了 明白吗 OK 好 这就是维持 我在重点讲 维持奖金 最重要来自你的 只推 所以大家还是一样定下目标 一百个 只推 OK 来 下一张 大家可以看一看 如果我们用六的倍数 你的第一代有六个人去 发展 然后用六的翻倍 六乘六 三十六 大家可以看 三十六乘六的话 二百一十六 去到第三代 二百一十六个人 如果免贴一盒 你的奖金是多少 是一千九百八十 加三百六 再加九十 那如果再下去 二一六 再乘六 一千两百九十六 就刚才我所说的 如果去到第七代 是有两百多千人 我不要讲两百多千 就算只有两万多个人 一人买一套 你都有一百多千 明白知道你有没有 所以这就是真正是 我们要用心 去把硬加果油的 真正的价值 跟有为所有产品 一八六七 我们的SalePro 我们的八宝 我们的升级水 真正的用心 让你的顾客体验到 他体验到 他真正了解到 他懂饮食的智慧 OK 他懂一八六七 对他重要 他每一个月 会持续去维持 你就永远的得到这一笔钱 明白这道理吗 OK 好了 下一张 下一张 这一边 回去上一张 回去上一个 这个重点 维持奖金 所以刚才为什么讲 单边我们都能赚钱 如果只是一边走 你维持奖金 也是照样拿的 只是我们还没有得到 对碰那一点 明白吗 所以很多时候 很多在很多公司 很多领袖会问 会跟我讲 我以为很好 单边罢了 我都没有得到对碰奖金 我都能得到 很不错的收入 可以免费吃 甚至还可以买到更多来去给 给家人吃 就是因为维持奖金 单边都能赚钱 一边赚钱 两边赚大钱 这个是不见话 OK 来 下一张 OK 所以一二三四 终点来了 第五 建典奖 与为这份事业 我们用心跟我们周遭的人分享 先给他知道 吃果油 吃我们的产品 养生的重要 过后教他吃免费 建典奖金 就很多领导一路走来 建典奖金 他就吃免费了 OK 建典奖金这边 大家要清楚知道 公司已经upgrade成两边 大家一定要知道 第一 从我们直接推荐的 OK 建典奖金是这样 只有goal跟platinum可以拿到 大家先记在脑前 第一个 只有goal跟platinum silver跟bron是拿不到的 OK 第二 goal的话 每一盒来自你的团队的 那个maintenance 第一 他来自从binary那边 算下去 OK 从第一代 去到 如果是bron的话 第一代 去到第五层 第一层 去到第五层 他们在这五层内 maintain的一盒 你能得到五毛钱 马币 每一盒 你要知道 在这五层内 就从第一 第一是两个人 2 4 86 32 六十四 OK 如果你是goal的话 只有五层内一半两 所以platinum的话 在十层内 那你就想十层有多少人 第一层两个人 因为binary第一层一定是两个人的 24 86 32 64 128 OK 所以你看 goal的话 一到五层 里面是你推荐也好 不是你推荐也好 只要他们maintain一盒 你就有五毛钱 那是不是 你看 upline placement下来 可能你都不认识他 but他maintain 你都有五毛 这是goal 一到五层罢了 再加上 你直接推荐了 所以你看 见点讲 他的重点 还是在直接推荐 goal的话 可以拿第一层到第五层 是看binary图 第二 加上你的直推图 你可以拿十代 那各位家人 你想一想 如果你的第一代 是只有两个人 就是意味着你只推荐两个人 就是两个人 去到第十代 人数绝对是有限 那你想 如果你直推的第一代 是一百人的话 你想啊 去到第十代 他将会是多少人 真的是换算不到的 大家一定要敢于去想 我推荐了一百人 我希望我的团队里面 会有十个 二十个 三十个 跟我一样 可以推荐一百人出来的 那去到第十代 你的团队是非常非常庞大的 OK 那这时代内 一样的 只要他们maintain一盒 你都能得到五毛钱 这个是荆棘的 那我们来看 platinum的 platinum不只是五毛鸟 是快半马币 而且他不只是在 binary图五层 是十层 第一层 两个人 你想啊 二 四 八 十六 三十二 六十四 一百二十八 二百五十六 去到第十层有多少人 你们自己去乘 拿计算机来乘 记得啊 在十层内 你推荐也好 platinum下来也好 只要他们maintain一盒 你都有快半 永恒的拿 最重要的 你的户口 一定要是 active的 记得啊 要maintain啊 然后再加上 你直推的二十代 这一边我告诉你 太恐怖了 如果你是用直推十个人啊 十层十是一百 第一代是十的话 第二代就一百 第三代就一千 你这样子 成下去七二十代 你看你的团队会是多少人 所以去到你的二十代 我告诉你 在你的二十代这一圈啊 可能是五万还是八万 如果我们走向全世界 他可能是十万 那你想啊 这十万呢 我们说一半的人maintain一盒啦 你都有快半钱的话啦 乘以十万人是多少钱啊 快半乘以十万 是一百五十千 所以各位家人你想一想 单单unilever罢了 而且unilever是没有封顶 所以各位家人一定要直推 多 把那数量增加上来 你的收入一定是非常非常可观的 OK 所以明白吗 所以我再重复多一次 platinum这边啊 unilever是这样 只要你是platinum OK 在binary图里面 从第一层到第十层 是你推荐也好 不是你推荐也好啊 只要有maintain 你都有一块半 最重要一点 你的户口一定是要处于 活跃的状态 就是有maintain OK 那再加上 你直推的这个图哦 从直推的第一代到二十代啊 听清楚 到二十代 这个一代到二十代内 只要maintain 有会员maintain一盒 你也是一样有块半钱 这个将是一个非常恐怖的收入 如果你把眼光放长远 如果你认真的去介绍我们的产品 用心的分享我们的产品 只要每个人用对 吃对 持续买 这个钱也是持续得到的 OK 这就是见点讲 这是我们在四月upgrade上来的 OK 好 来 那你看 如果时程的话 大家看 然后这就是binary图时程 会有多少人 然后人数会有1024 如果去到二十 这是怠速啦 如果怠速是两人 你看 去到二十代会有多少人 非常恐怖了 这个人数会不会填满 不知道 我们只要用心去做 只要他能走到二十代 总之有人在这二十代内 maintain你就能得到的 OK 好了 来 下一张 这就是unilevel了 所以我们要给你的会员们知道 第一我们要教他怎么样吃免费 从unilevel很多人开始吃免费 到可以买到很多产品给家人吃 再知道从unilevel就可以养老了 OK 好了 这样我们来落入第六个 我们的ranking bonus 单次奖金 就从上奖券能得到的 现在公司不只是这五个了 接下来我们会有我们的另外五个大奖券出来了 好了 那我们讲回这五个 第一个就是珍珠董事 OK 第二个是蓝宝石 那这边就单次奖金嘛 只要你做到珍珠董事 你就可以得到马币2500 蓝宝石5000 红宝石7500 翡翠的话 12500 钻石的话是25000 然后总数是52500 一路你走过去 你都一定能得到的 那怎么样来上珍珠 总是来我们看下一张 重要的 第一你一定要合格直销商 你成为会员 OK 看我们的binary图 左跟右 你一定要有你直接推荐的会员 你才能成为直销商 明白知道 左一定要有一个最少一个 右最少要有一个你直接推荐的 你才能成为直销商 这是条件一 第二 你一定要是天亮的配套 白金配套 第三 你的户口一定要处于火焰的状态 就是一定要maintain 所以这边我还是鼓励大家 maintain最少我们做六个月的 因为至少有得到赠品 或者十二个月的 我们吃是最便宜的 最重要的 我们不会miss掉那个月 忘记去做maintain 而让我们的户口处于inactive 就是不火焰的状态 变成你的奖金很多会流失 你的unilevel pairing matching都拿不到 OK 好了 再来 我们再讲这个 第四个条件 就是 在我们的 看我们的binary图 OK 左跟右 一定会有一边大边 小的部门 如果你要成为per director 一定要超过一万分 然后这一万分不是在一个月内 是在三个月加起来 就是意味着假设你是这一个月 这个月加入八月份 八月份的业绩保留 九月 十月 OK 十一月 三个月加起来 要超过小的部门要超过一万 你就能上per 那很简单 假设到了十月 我们还做不到的话 他就会flash掉最远的那一个月的分数 会留两个月给大家作为一个底 但是呢 covid的期间公司 很好的 给出一个很好的条件 让大家可以去fight这个单次奖金 就是现在我们增加到 五个月了 原本是三个月吧 会回去三个月的 几十回 还不懂 会提早通知大家的 OK 所以现在上奖金是以五个月的 那个业绩保留下来 来算的 OK 就是你八月的话 这个月加上九月 十月 十一 十二 这五个月来完成 珍珠 就是一万分 那要上蓝宝石呢 就是两万 其他三个条件是一样的 红宝石呢 四万 Emerade呢 翡翠呢 八万 钻石的话是二十万 记得这个分数是团队的分数 不是你自己做出来的业绩罢了 是整个团队 bassment下来的 所以从这边 大家一定要知道 好好的去跟领导配合 去商讨怎么样把组织壮大 不是去勾心斗角 去吵吵闹闹 明白吗 这是团队的事业 团队只有和气才能生财的 只有合作才能把团队壮大的 好不好 OK 这个是四个条件 好 我们看下一张 来 所以单次奖金大家知道 他是看binary图的 就是小的那一边 超过一万 我们就可以上到珍珠 两万翡翠 那个蓝宝石 那个是第六的 那单次奖金 那我们来讲第七的这个 家庭基金 family fund OK 这是每一个月 公司都会拿出2% 从PV那边 全球 拿出2% 来分给 per and above OK 这边大家要清楚知道 单次奖金 当我们上了per 我们就拿了那单次奖金吗 那在下一个月 如果保持一样是per的业绩 我还没有上到蓝宝石 我就没有奖金吗 不会的 你就有这一个family fund but最重要你必须requalify你的per的分数 就是意味着你的binary图小的部门一定要有一万分以上 如果你这个月你合格了per 下一个月你的小的部门 小边 它少于一万 可能八千 可能九千 你就没有requalifyper 你是得不到这个family fund的 明白吗 所以这个总数的30% OK 就会拿出分给per and above 就是如果你是suffiah 你可以拿suffiah这一份25% 再加上per的这一份 那如果你是ruby的话 你可以拿ruby这一份20% 再加25 再加30% OK 你是emoral的话 你可以拿emoral ruby per 那个suffiah跟per 那如果你是diamond的话 你全部拿到完 所以是非常可观的 记得你一定要requalify 再给一个example 如果我这一个月我完成了suffiah 我拿了suffiah奖金 下一个月如果没有reqsuffiah 我的奖金跌去per的话 在family fund这边 我只能拿到per的这一份罢了 我就拿不到suffiah了 明白这道理 所以大家一定要不断的去做会议 家庭会议也好 OK 中心的会议也好 让自己的人数增加 再让自己的业绩增加 你才处于可以requalify 跟重新再上更高的一层 明白吗 OK 来 这就是family fund 是每一个月都结算出来的 OK 来 下张 旅游奖金 重要了 旅游奖金怎么来 旅游爽不爽 11月 你这样就要去东欧了 6月才从Signy回来 6月去东欧了爽吗 一份四月 能带给你健康 带给你财务上的改善 又可以带你环游世界 good不good 你们自己去分享一下 还是每天两点一线那边很好 我没有说不好 一定要趁我们有能力的时候 建立一个管套 OK 不要等我们真的是不能做的时候 才来后悔 能的时候 为什么不去多经营多一份 有passive income的事业 OK 那旅游奖励它怎么算 从第一 个人推荐会员 推荐铜 0.5分 这个TP 是travel points OK 这边我先讲 每一个新会员 OK 第一次 要find这个旅游的 它的目标是650TP travel point 那这650从哪里来 就从我们个人推荐一个铜 我们有0.5分 然后这分数是累计多久 是从每一年的1月1号 到12月31号 每一年一定是从这12个月里面加起来 假设你8月才加入 就只有8 9 10 11 12 这5个月加起来 只要一跨年 2024 全部就会清零 因为从1月1号 2024 开始算到 12月31 2024 很多人会讲 这样不是没有 我算我8月才开始 才有5个月 你要想这5个月 你要建立团队吗 你不是build for今年的旅游吗 因为旅游每年都有吗 难道你要等明年2024 1月才开始build你的团队吗 不是的 现在就build 只要落入 2024 1月1号一开始 你的分数就一路加了 加到12月31 OK 加到它 够650分 怎么样加 一样的 直推 同0.5分 赢的话1.5分 金的话6分 白金的话12分 那你推荐了同 他会upgrade去赢吗 你又有一分 那他赢在upgrade去 go的话4.5分 go的话 在upgrade去 platinian的话6分 所以他们upgrade 你也有分数 所以直推 看到吗 分数来自直推 所以大家谨记 直推 是你这份事业要成功的 金锁石来的 王道来的 OK 再来第三 就是你直推的 你看你直推的会员 他maintain一盒 你有0.5分 所以你直推越多 他们每个月会maintain 你的分数不是automatic 每个月增加 那旅游是一定可以去的 所以你不要去想先 关键直推 足够多 教育足够多 分享足够多 关心他们足够多 他们懂得产品的好处 懂得每个月会用的话 我告诉你 你的分数就一直在增加了 再来第四 才是最多分数的来源 一样的 based on 我们的直推 下去四代 就是第一代 第二代 第三代 第四代内 记得 假设你第一代 有100人跟我讲的 第二代1000 第三代1万 第四代10万的话 你想一想 每一个人会maintain一盒的话 你都有0.5分 你的分数怎么会不够 你告诉我 OK 明白这道理了没有 所以旅游分是从四个方向来 第一直推 第二 你直推的upgrade 第三 你直推的maintain 第四 由你直推算下去 四代 他们的maintain 你都有0.5分 所以各位家人 直推重要吗 就像刚才我所说的 你开了一间工厂 难道你就找六个顾客 你就停住吗 还是要60个 还是要6000个 还是要6万个 当然是越多 你的收入越多 这是硬道理 这是无可改变的事实来的 就算是直销 它也不是什么神奇 找两个人一左一右 改变为生 没有 天下没有百吃的午餐 大家一定要群劳的去分享 用心的去分享 直推100 把这个谨记在心 And then you can 我写起来 直推100 OK 100个人 每个人的目标 好 来 下一张 来了 新会员 这个特别奖励 Super Platinum Special Incentive 是给每一个新人加入 所以我告诉你 这一个是非常重要的 新人加入 如果足够的 Follow up 足够的让他学习 让他上Super Platinum 让他最短暂的时间内 建立到信心 因为为什么 他的收入增加 然后他看到 从part time的时间 去经营一门生意 可以增加 可能比他full time 两点一线 上下班的这个收入 还要多的话 他是不是建立信心 他是更愿意跟你合作 更愿意用心学习 所以这个Super Platinum 是非常关键的 要怎么样完成 是由新加入的会员 假设你这个月加入8月份 加入这个月 公司是不算的是free给你的 再加上三个月 就是8月了 你是加入吗 9月 10月 11月 就在这一个时间内 你完成 自己第一 是直销商 就是左右 你的binary图 有直接推荐 第二 推荐12个会员 第三 协助这16个 的人 有6个 他们也成为直销商 为什么 你要 你推荐他们进来了 你要帮他们做家庭会 让他们也有 直接推荐到人 因为只有直接 推荐到人 你才会看到 你收入的增加 很明显的增加 所以你一定要 教他们直销 你自己要做 你也帮助他们 去做直推 所以你直推 12个 你在帮这12个内 6个人 成为直销商 可能他们也是 直接推荐12个人 左6个 右6个 明白吗 OK 再来 你的binary图 左右 加起来 一定要有8000pv 在这个时间段内 然后更重要一点 小的部门 一定要3000分以上 只要你完成 只要你完成 这几个条件 在指定的时间内 你就合格 我们的super platinum 公司将表扬你 然后你能得到 2500的奖金 那你想一想 这2500是单次奖金吗 你直退了12个人的奖金 你对碰奖金 你matching bonus OK 加起来 接近1万块的收入 你去思考 当你推荐了一个 你的很好朋友 你想帮他改变健康 他认真的去吃产品 很好 他去发展 他可能上下班 一个月3000 他跟着你在三个月内 又上了super platinum 再增加了 接近1万块的收入 你是不是帮他 找到健康 又同时间内 建立了他的人生的 另外一个财富 而且这个财富 是无可衡量的 只要他做到super platinum 他可以复制他的团队 super platinum出来 他的团队 就会很稳健的成长 OK 所以最重要的 你看到吗 我们注重的是客人推荐 所以在这一边 super platinum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就是我们第九种收入了 其实我们就是有这九个收入 不过你看下一张是什么 OK 这个是奖金 OK 等下先你 你跑回上一张 super platinum 这边 这边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实在 就是我自己的经历 之前我发展的A公司 我是这样子 我三个月推荐了160个人 OK 然后我的一个做法 其实我自己是领悟他 然后这几次我跟一些领袖 我这边跟大家分享 他们怎么去想 各位家的你们一定要知道 家 我跟你讲 在这个社会上 最有王金 就赚值 赚值在我家后院 有本书 最有 钱的地方就是你自己的家 他也是最花钱的地方 对啊 对不对 日常用品 意识住行 是不是每一个月都要出去的 你去思考 那如果 我们以为会慢慢走向 整个这个方向 原生 我们讲这个整个 生态圈 我们都跟大家分享过 所以公司将会有 你看现在我们有养生的 整个养生的配套 我们讲我们有 印加果油 我们有 我们有 八宝 我们有 印加果 然后我们美容产品 越来越多了 而且是很优质的产品 然后日常用品 洗头水 肥皂 我们开始有 然后我们的洗衣粉 然后接下来可能我们有很多 日常用品即将 会推出 你想一想 家里的王金屋 换品牌 换未来 这边我跟大家分享 如果今天 市场确实 他有一点挑战 要人拿一个5000多 来加入 可能会面对挑战 五个否认 也有这样子的人 但是如果今天 我们去分享 用一个人海战术 他进Bronze 每一个人的目标 推荐100个 找到12个 认真要做的 会去复制这100个的话 你们去想 全部用Bronze来做 很简单 只要你推荐了Bronze 你用三个月 很好的去Poll up他 你讲他会upgrade到 去Betania 那是一定的 但是这三个月 你一定要给他 有时间进来学习 认真看懂产品 OK 然后认真学习 看懂这份事业的话 我告诉你 当他从Bronze 真正进来学习 看到这个生意 upgrade到去Platinian 这个过程当中 他是有经过 Propos学习的 我告诉你 这一个就是真正 可以跟你 陪着你走到 很远的领袖 因为我们只看到 有些真的 他是有钱 他就进来一个Platinian 他不愿意来学习 他就 以为进了一个 去找几个Platinian 不做过后 他就已经沉默掉了 我们见了很多 但是我告诉你 真正从一喝油 开始吃的 我时常分享的 如果你的朋友 你是最重要 是他要进Platinian 还是最重要 你要让他吃到油 吃到我们的产品 得到健康过后 来找你 去深入了解这份事业 哪一个是会长久 你去思考 所以各位家人 一定要很好掌握 这三个月 就算他是Bron 开始 这三个月内 给他足够的资料 去学习 足够的Follow up 让他真正吃到产品 改变到他的健康 让他真正得到 饮食的智慧 让他真正提升 他的认知 我告诉你 当他Upgrade到Platinian 他真正去经营 他将是你一个 非常大的领袖 OK 好来 下一张 你看 一路走来 我们看下一张 这些收入 是确确实实 领袖们愿意 让我们给他 给大家看的 一年的收入 就是慢慢走来 发展了三几年 三年两年后 得到的收入 大家可以看 第一个 就是Sponsor 直接推荐的奖金 第二就是Pairing 一年Pairing 给了40万 Pairing Bonus 是Passive Income 所以各位家人 不要看眼前 当你的团队足够庞大 你的对碰奖金 是非常恐怖的 OK 那第三是什么 Matching 第四是Maintainment 大家看到吗 然后Unilever Unilever一年 你不要小看 那一块半 都有接近39千 OK 然后Family Fund 你看到吗 57,299 这就是语为了 不要看眼前 好 再看下一张 那这个是 三个月的收入 其实我相信这些收入 大家都非常清楚 你自己都有 这个Statement 你可以去看 所以当你看到你Statement 为什么收入这么少 为什么我的团队不会庞大 一样的 对阵下要 找出原因在哪里 看回去你的Sponsor 然后你的Sponsor 如果有足够多 你有足够Follow up吗 你有真正把 他们想要的 他们吃到的产品的 这些进步 有好好去Follow up吗 你要去思考这一点 如果没有的话 你只是为了卖他 卖了一套 看到眼前的钱 赚了过后 完全没有Follow up的 他怎么样能陪你一起走 走下去这份事业 他都没有这个认知 明白吗 OK好 不来下一张 好了这边就不用看 你一直开 讲经的就大家看一看就好 来 再来 Next 有吗 没有了 所以各位领导 没有了 OK可以了 这边可以了 你看我用了一个小时 准准 我把九个收入 尤其是我们upgrade了的 那个unilevel OK它是按第一 记得我再重复一次按第一 从binary图再加上我们的直推 所以各位家的 你可以很清楚的知道 直推 是整盘生意最重要的 关键来的 所以今天起 一定要去做足够的 直接推荐 你就会看到你整盘生意 非常壮大的成长 而且非常健康 OK 记得从你直推的那个bron 关键的三个月 给它足够的材料 好好的期待它 让它这三个月升上 plotinium过后 我告诉你 这将是你一个 很强大的一个领袖来的 OK好了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 然后先接下来时间 就是Q&A了 大家有什么问题 可以发问 不可以打开你们的麦克风 你们可以发问 可以大家 好了 OK 谢谢你们的时间 来 接下来就是Q&A 有谁不明白的 啊 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